我決定拿150萬來開飲料店 來實測一下TOYS 是真的飲料店好賺 還是真的在割韭菜 我們Ceo茶屋的利潤是六成 其他是七 所以我們總部很有良心 他們的茶葉 據我所知他們沒有疊價 喔我懂了啦 他的意思是說 正常飲料店在削客人的錢 總部在削加盟組的錢 就是我們總部沒有削我們的錢 所以我們不用去削客人的錢 就有六成利潤 對我們又回客人 喔是這樣子的意思 然後說我們家飲料店賣的 真的賣滿便宜的 持久茶屋中原店 從7月8號開幕到 7月16號 總共7天的營業額 來跟大家講一下 7天總進營業額是37萬 平均老實講 每一天大概都是落在5萬多 可能定起來5萬塊不多 甚至我朋友都說 這個錢對來說很少 那我跟大家講 在飲料店來講 我目前足夠了解到 就是天花板的柱子 大家好我是BOMBAN 那這一次應該是有史以來 花最多錢的一支企劃了 這次我們要幹嘛呢就是 我想要創業 我想要開飲料店 為什麼呢 因為我看到TOYS的影片 講飲料店有這麼好賺 然後又想到那些網紅啊 藝人啊 什麼老大的啊 開飲料店削這麼多錢 那我想看一下 TOYS的飲料店 是不是像他所有這麼賺 我決定拿150萬 來開飲料店 來實測一下TOYS 是真的飲料店好賺 還是真的在割韭菜 他在這邊說一下 雖然TOYS是我好朋友 好兄弟 但是在商言商 對於生意這一塊 我覺得我是非常有良心的 這一次 不管這個飲料店 是不是像他說的一樣 還是說他是真的割韭菜 我都會直接把影片公布出來 好那我們就開始這個企劃吧 經過兩個月的努力 這家飲料店總算 開幕成功了 現在呢 剛好是 開幕了大概一個禮拜後 我們來訪問一下 來首先跟大家講一下 這裡啊 19超的飲料店 有一個比較特別的地方 也是我最反感的地方 就是 一家飲料店都很輕鬆 也絕對可以開店 那這間比較特別的是 他一定要送兩個人去 一個負責人 一個就是所謂的店裡的店長 去受訊一個月 要滿時數一個月 而且要空過烤 才有辦法 那我相信 這人對一般人來講一定是好的 但因為我仍懶 所以大家就叫別人去 我自己不會去 那我來訪問一下 這是 大家都知道 就是曾經賭博賭掉 一千萬的子芸先生 他到底去上課上個月 上了什麼屁 每天找出晚歸 我以為他在賭我 早都找不到人 對 其實我覺得這制度很好 因為據我所知 其他飲料店就是收了錢 他就把該交的給你 可能會給你一個SOP 然後你就照上面 那我們去西湖店 我們會有臨場的練習 例如他會給你控場 他會給你排班 他會給你去 對應各式各樣的客人 假設你剛開一家店 然後有客人來 那你完全不曉得怎麼面對 那你這家店的招牌 也會同時受到影響 有訓練機制是還不錯的 像我覺得飲料這種東西 我覺得就比較簡單 照著調配的比例去做 對 那我是覺得他們比較特別 就是他們比例也是非常嚴格的 就是不允許有一點點雜座 冰塊要先放後放那些 都是有一定的程序 因為我那天看總部的人來 就有跟我們講 就是哪些步驟是都不能亂的 所以有維持到查影的貶值 但是的確他們蠻辛苦 因為我派了一個負責人 就是他代表我 負責人 跟那個店長去 兩個都跟我哀聲連連 就是善到很辛苦 但是他好像比較開心 因為他好像 自從不用面對我 他看他搖眼鏡 癢得超爽的 結果每天好像不用看到我 都很爽的 沒有我是學習新的技能 我覺得不但在學習 所以我決定 你這輩子就是搖眼鏡 我還在學習新的東西 沒有我現在就想問一下說 因為我都沒上過課 我也不知道 電影是怎麼算獲利 我想知道說 電影會真的是像TOYS當初講的 那樣子 然後茶葉的成本 真的是 這麼低嗎 之類的 我們市有茶葉的利潤是六成 其他是七 那我們家盟主要怎麼賺錢 其實我們總部很有良心 他們的茶葉 據我所知他們沒有跌價 我身在飲料店 我也知道那個成本 大概落在哪邊 所以他們有沒有跌價 其實非常明顯 那只要跌上去 那利潤會被吃掉很多 我懂了啦 他的意思是說 正常飲料店在學客人錢 總部在學家盟主的錢 然後我們的飲料店比較特別 所以我們總部沒有學我們的錢 所以我們不用去學客人錢 就有六成利潤 對 我們又回客人 喔 是這樣子的意思 然後我想說我們家飲料店賣 真的賣滿便宜的 我自己看都超低價的 真的很便宜 老實講啦 我從我要開到現在 我要真的只付錢這個功能 其他事我都不管 我連飲料最後到當天 我才知道再賣多少錢 然後看到價錢 我想說怎麼抵 真的 真的滿便宜的對不對 我想問一下就是 你訓練一個多月嗎 在西湖店跟在這邊 你實際上自己開幕了這家店 你的感覺是怎麼樣 然後現場就遇到了狀況 在西湖店就感覺 有點像是 有爸爸媽媽帶著 你犯任何錯 他們都會 手把手的教你 告訴你怎麼解決 在那邊會有人教 你在這邊 你就只能自己去試錯 也很感謝老闆 沒有給我太多的壓力 讓我去試了 那你現在把我做一杯一定要喝 好 沒問題 不然你想要茶類還是奶類 我剛剛看完TOYS的全身 當然想喝一下 中培生乳是嗎 對 中培生乳 中培生乳紅茶 OK 好 那我們在前面 你不用問我要半糖少兵酒 不是 收信一個吧 你都不專業 鳳哥前面 你要全糖還是減糖 大家全糖 我很廢話 你說中培生全糖 不是 好 那我們來做飲料 OK 瓜哥 上次就等 你的飲料好囉 中培生乳紅茶 你說我會不會抖 對你的習慣 他會抖是嗎 我剛剛不用發表感想 因為就算奶喝我也說好喝 好 經過這七天的營業時間 我要來公布一下 我公布一下我目前我們 19茶壺中培店 從7月8號開幕到7月16號 總共7天的營業額 來跟大家講一下 7天總進營業額是37萬 平均老實講 每一天大概都是落在5萬多 5萬上下 那我相信有在做飲料店的 或是一般的民眾 應該知道 可能訂起來5萬塊不多 甚至我朋友都說 這個錢對來說很少 那我跟大家講 在飲料店來講 我目前出乎了解到 就是天花板的柱子 我一定會去評估這個地方 到底適不適合 然後大家也都說 台灣飲料的市場是這樣大 一年是十幾個億 以前我都不相信 但是從今天這樣開了之後 今天看到報表之後 我覺得的確有可能 再來是這地方是 桃園中立的中原大學學區 我們目前這邊是暑假期間 所以學生還沒有出沒 目前現在做都是做一般的夜市 跟一些過路可以 我相信在後面 一夜二可能會更可觀 這是我當然是我所期待的 不然我也不想開這家店 老實講 就是目前我初估的確 蠻恐怖的 大家一定想知道說 那這個七天 三十七萬的營業額 我獲利是多少 我跟大家講 平均去算就好 因為我們沒辦法去估計 每一天的成本人事啊 房租那些水電費 我覺得那太麻煩 我只會去估一個數字 我印象中沒錯 當初在直播講是六五七趴 我自己是把他抓六十五趴去 毛利率是六十五趴 我甚至下降一點六十趴 以將去算 基本上 以這樣的營業平均來講的話 飲料店我一百五十萬 估計是兩個月就回本 那相對大家就會覺得說 那這個 到底可不可行做 我覺得大家可以評估一下 飲料店這種東西 老實講 投資成本一百五十萬 創業率算蠻低的 對我來講是一個 很低成本的創業工作 所以我才願意來拍片 來做測試看看 反正我覺得 大不了一百五十萬不救 我至少 我可以再慢慢轉回來 第二個是 飲料店目前 他的囤貨原物料那些 都比一般的所有行業都算 低很多 所以要導電的機會也蠻低的 所以我覺得 目前做起來的感想是 的確蠻不錯 雖然說他一個月 增加對我來說 是算 不多啦 但是我覺得他是一個 蠻不錯的副業 因為至少我不用去動 他在那邊慢慢幫我 賺一些零用錢給我 對我來說是這樣 其實以行業來看的話 他其實獲利是蠻恐怖的 我常常講我們精品的獲利 大概多少 頂多15趴到28 他大概是我們的三倍 只是我們營業額不太一樣 目前總之 我最後的評斷是 我蠻慶幸 就是TOYS這次 沒有丟我身為他兄弟的臉 他的營料店的確蠻猛的 那我自己也承諾 基本上沒意外 我應該還在多開幾家 因為我覺得 蠻好賺的 多開一個兩三家 我可能可以擋著休息 大家就去評估一下 大家去參考一下 那這次目前我做到現在的感想 要來吧 是 分別 演唱